11日在白宫南草坪上答记者问时 美国总统川普告诉记者 他收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封热情的信 并表示这是一封很棒的信 他还不排除很快就会跟金正恩再见面 川普说认为将会发生非常正面的事情 华尔街日报时日报导 2017年在马来西亚遭毒杀的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 是美国中央情报的宪明 川普对此作出回应 从我看到关于CIA和他的兄长或同父异母兄长的消息 我会告诉他 这不会在我的日内发生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川普本来预定本月底前往日本以及南韩 他还在记者会上表示 金正恩截至目前都信守不释设长城弹道飞弹以及进行地下核子试报的承诺 川普和金正恩今年稍早时在河内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的峰会会面 但是未达成非核化的协议 川普和金正恩今年稍早的时候在河内进行了第二次的峰会会面 但是双方没有达成非核化协议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今天稍早的时候表示 川普和金正恩举行第三次峰会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件事由金正恩掌控 博尔顿还表示 一旦他们准备好 我们也就准备好 因此他们希望安排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试试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